今晚10点歌手2018线音乐盛宴,华晨与双截棍婉转中国风 湖南卫视歌手2018即将于大年初一晚22点播出,无逢连接华晨春晚 在本周节目中,KZ谭鼎安,JesseJ双双秀出中文技能,成为值得关注的一大焦点 汪峰在选洗脑神曲,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夜猫反映社会现象,苏诗兵鞋贼在修摆变风格,华晨与戏曲混搭双截棍婉转花式改编 张韶韩剑曲唱自己,开启《伤情流浪之旅》,而李全则回归本国演绎了进阶版演色,并助力张天完成了《走钢索的人》的繁场演出 JesseJ,KZ谭鼎安同场首秀中文,张韶韩商情演绎情人流浪季 在上周节目中,KZ谭鼎安首秀急拔的头筹,惊艳了不少观众,而本周,他在接待力,选择以一首纯中文歌曲《你不知道的痛》当台,标准发音为他加分不少,融合了《你不知道的事》,《你还要我怎样》,隐隐作痛 同样分手华语经典的全新改编同样狂刷了一波观众期待值 同样是秀中文,JesseJ则是在自己偶像Prince名作《Purple Rain》中加入了中文唱段,其赛前的苦恋在正式录制时发挥了显著效果 动情寒泪的演绎也引得观众们集体起立致意 而在上周落鱼下游的张韶韩,本场也以一首情人流浪季发力反击,带入感激强的歌词爆发出流浪的失落,令现场众人感动连连 汪峰洗脑神曲吐槽玩手机现象,苏诗丁贼在修摆变曲风 作为当玩首歌线上竟演曲目的歌手,汪峰延续洗脑神曲路线,创意混编了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和夜猫 演唱中,他将不同时代的标志性手机铃声串入歌曲主体,还现场与观众连线大包电话周 借取吐槽手机依赖者之举更紧扣住社会脉搏,直戳大众内心 与前者颇为相似,以一首《贼城》上演出的苏诗丁也把焦点放在了社会现象上,犀利的编曲与歌词紧紧抓住观众耳朵 华晨宇双结棍在秀花式改编,李全鞋眼色回归本末 其他歌手起招评出,华晨宇,李全也不例外 其中,华晨宇在说唱元素满满的双结棍中插入戏曲演唱,在实现惊艳诈唱效果的同时,还绽放出了《花式改编》的独特魅力,令观众拍手叫绝 而素来单枪匹马当台的李全此次也特意邀请了一支长年合作的爵士乐队前来助阵,共演起早年原创作品《颜色》 不仅如此,李全还写钢琴技嘉时张天返场秀《走钢索的人》,为他达成了追星之路的终极愿望 歌手第六期竞演歌单,汪峰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叶猫 Jesse J Purple May,张韶涵《情人流浪记》 李全脸色,华晨宇双结棍,苏诗丁贼,张天走钢索的人,反场 K,C谈饼鞭,你不知道的痛 K,C谈饼鞭,你不知道的痛 K,C谈饼鞭,你不知道的音色 K,C谈饼鞭,你不知道的音色 K,C谈饼鞭,你不知道的痛